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7号的台股最前线 那今天是礼拜六 我想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了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因为整体的这个非农就业数字表现还不差 所以你可以看到四大指数的部分 都是呈现了一个上涨 那我们在礼拜五晚上 其实在美股开盘之前 夏老师已经先针对这个行情先有去做预测 不过结果既然已经出来了 我想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当时我们在整体的行情的一个规划当中 我们大概提到几个重点 包括了这个道琼的部分 能不能够占回到27806 以及费半的部分 能不能够占回到1706点 这个会是对于礼拜一台北股市 开盘它是不是能够开高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当然就结果来看的话 我想这两个条件 其实都有符合的状况之下 台北股市在礼拜一往上去做开高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同时应该能够挑战这个11668 原本的一个前波高点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去做预期的 好但重要的是 我想不是只有说知道 礼拜一的一个行情会怎么样去做发展 我想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节目 还是简单跟大家谈一下 因为下个礼拜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事件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认为在下个礼拜 整体行情的这个研判 然后以及投资朋友 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相对应的政策 那首先当然下个礼拜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在下礼拜天 也就是12月15号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的一个关税的一个课征 会在那一天再度去做一个生效 那这件事情呢 当然在下个礼拜的关盘重点当中 它会是整个市场瞩目的一个焦点 就是到底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贸易谈判 它会不会在这个关税生效之前 然后就有一个比较达成这个所谓贸易协定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好那因此呢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下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我们要把它区分为所谓的一个上半周 然后以及到了下半周的一个行情 你应该怎么来做看待 那首先如果说我们就 整体上半周的一个行情来看的话 当然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 礼拜一的一个台北股市 往上开高 同时去挑战整个波段新高 我认为整体的问题应该不大 那实际上如果说你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股在下个礼拜的一个上半周 它也会是一个比较有利于多方的条件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做来来做看待 一个是月均的一个扣底 一个是KD的一个扣底 那首先你从月均的一个扣底来看的话 今天应该说礼拜五的时候是到这个黑K棒 就是11668的隔天的这一根黑K棒 那下个礼拜一是扣底这一根K棒 下个礼拜二是扣底这一根K棒 那当然从这一根K棒之后 它其实就明显进入到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相对低档的一个位置 那你进入到相对低档之后 大家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月均线会正式呈现翻扬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均线呈现翻扬这个当然其实会是一个所谓多方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就整体的一个月均扣底来看的话 因为礼拜一开高基本上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变数 就是到礼拜二到落底之后 月均线一定会呈现正式翻扬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它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多方的一个条件 那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我们就KD指标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把画面稍微把它清掉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那KD指标的部分 当然我们要算九天的一个KD指标嘛 所以到礼拜五的时候是到这一天 然后下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礼拜三会到这个位置 那接下来呢因为它是处于一个扣到相对低档的一个位置 那所以你就整体的行情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KD指标会呈现那种助涨 也就是你不用呈现一个大涨 它的指标就会往上推这样的一个讯号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对于多方而言会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谈到就是说 以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下个礼拜的上半周 相对来讲对于多方而言 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但是到了下个礼拜的下半周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谈到嘛就是美中贸易谈判会不会拖到最后一刻 它才达成一个结论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如果说到了礼拜四跟礼拜五 下半周就是礼拜四跟礼拜五的行情 在此之前还没有达成协议的话 当然市场不论你去讲什么 其实市场都会有一些避险的群序存在 那至少它会开始去做一些获利调节 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美中贸易的谈判那个时候还没有结果的话 那接下来在礼拜四礼拜五的一个行情就可以预期 量缩是一定的 然后会不会出现那种明显的下跌就不一定 这个要看整个市场调节力道 那当然在如果说在礼拜四礼拜五之前就达成一个协议 然后那个结果出来还不错的话 其实市场都会用比较乐观的角度来做看待 好因为这个部分呢 简单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我认为下个礼拜行情的一个关盘的重点 但是毕竟我们不是去操作指数 我们也不是跟大家讲说你去做台指期货 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是说指数能够冲到什么样的位置 因为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谈过了 应该11818在这个礼拜是有机会去做挑战的 但重点我想应该还是着重在于选股上面 你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那因为今天是12月7号 所以慢慢的其实随着营收公布越来越多 我觉得大家还是把握住几个原则 包括营收公布之后 它能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然后以及在到年底之前 你不论是法人的作账或者是集团的一个作账 我觉得还是现阶段你应该要去做选股的一个重点 好因此到底要留意哪些个股 我想在谈这些个股之前 还是要麻烦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夏老师台股最前线频道的投资朋友 麻烦在你看的影片下方这个位置 帮我们点一下订阅 同时多透过分享的功能把夏老师的一个节目 分享给其他的一个投资朋友知道 那这个部分就请大家能够多加来做帮忙 当然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你希望夏老师给你一些意见 或者说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操作 把握到年底之前这样子的一个 不论说是抢年终行情 或者是说延续到明年的1月份 这样子的一个抢红包行情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加入夏老师台股最前线Lite的好友家族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询问 到底要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加入这个Lite的方式呢 你可以输入我们的Lite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的一个Lite里面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操作的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来做询问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来谈一下 到底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你要留意哪一些个股 它后续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行情里面 我想盘面 当然我们稍后我们再谈一下 营收的一个个股 但是在上个礼拜当中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因为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已经收盘了嘛 所以我们想我们想先从这个美股的上涨的族群 先来跟大家留意 提醒在下个礼拜可以留意的方向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红色底的都是那个涨幅 当然除了指数是超过一个percent之外 个股的部分大概都是两个percent以上的涨幅 你可以看到有红底 这样子的讯号 所以你从这个美股的上涨的族群来看的话 当然其实在半导体族群 事实上在礼拜五的时候 涨幅最大的是来自于美光 然后接下来是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艾斯摩尔 那因为半导体设备 其实我让我着重的一个重点 当然还包括了3680的加登 或者说像是3587的一个红康 这个其实都是过去 我想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股票 那因为这个族群 他所牵涉到的族群稍微比较小一点 而且过去其实也都有大涨过一波了嘛 因为指标性的个股就是加登 那上个礼拜的四天都是 不论说他股价是涨是跌 他最终收的时候是黑黑棒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包括像是鸿康 这个股价其实相对来讲比较弱后 然后他11月份的营收表现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重点可能大家把它摆在这档个股上面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的重点 那除了这个记忆体的族群之外 包括了我从整体 当然太阳能的部分我就不谈了啦 因为太阳能现阶段其实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竞争力 我想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 就是礼拜五 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盘面表现也还不错的是在于LED的股票 当然我知道这样子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可是礼拜五的那个LED股票啊 很多个股都是开高走低 对不对 你如果去做当冲的 应该当天其实被电到的人还不少了 包括了像是金电 包括了像是龙达 乃至于像是鸿海集团旗下 3437的一个融创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都有那种冲高之后 然后开始去做震荡走低这样子的一个行情 那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在于那个 miniLED到底在明年的商机有多大 因为我相信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都听了很多了啦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产业 如果说miniLED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还在明年真的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性的话 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大家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尽量以 为什么那个金元的股票 或者说LED盛产的股票 它会那种股价 其实没有来这么样的一个稳定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 他们整体来看 他们公司其实并没有呈现一个获利 我想以这个指标性的个股2448的金电 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在整个获利的部分 如果说我们来看财报的部分 这个是累积的数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从第一季是负得1.03 到上半年是亏1.5 到第三季是亏2.34 也就是说告诉你说 它每一个季度都在呈现亏损的时候 我应该这样子讲 miniLED这个商机 当然对于金电来讲 它会是一个 它应该会是受惠最大的一档个股 但在此之前 我希望大家在整个操作过程当中 还是回归到有获利的一个公司 我觉得现阶段可能会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股的方向 那以这个族群来看 当然那种做什么LED车灯的那个 统星我们先不谈了 我们单纯以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产业来看的话 其实能够确定获利的只有一个族群 就是LED的相关设备 所以我今天稍微跟大家简单谈一下 我认为这个是 如果说你要操作LED个股的话 相较于金电 相较于龙达 相较于融创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向 可能会是在设备股的上面 就是包括了6223的一个旺系 然后以及稍待 我们会跟大家稍微简单谈一下 6261的9元 因为这两档个股 它的技术现行其实都非常类似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旺系的部分 当然因为它还没有公布11月份的营收 所以这个部分 我先不去跟大家谈营收的状况 但实际上以它去年的基期来看的话 它的营收应该会呈现月 月的地方不确定 但年的部分应该会呈现减少 这个部分大概是确定的 好但问如何呢 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它的股价大概在60块钱到70块钱附近 横盘震荡整理了 大概将近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我这个部分我有写出等幅测距 但是我在上面没有画的原因是因为 这两股票它真的整理很久 所以真的你看到那个平台整理的高点 跟平台整理的低点 它其实并没有出现在过去 这一个季度的一个画面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有关于旺系的一个技术形态 那旺系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高点是在70.1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跌到这个 相对来讲比较低 对不起 70.1不是在这里 对不起 70.1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58.7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高低点的差距是11.4 就是我们刚刚在画面当中 跟大家所谈到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突破半年的整理平台 那等幅测距可以拉11.4 然后它的颈线位置又是70.1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可以稍微心算一下 它合理的目标价 应该会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当然我这样子讲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有时候技术面 那个价格它不一定会来啊 但是现阶段对于它来讲 我觉得比较好的优势是在于说 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实际上包括法人的部分 他们也在积极的来做一些布局 我们可以看到从11月14号之后 从这天开始 外资开始转为比较积极性的买超 你可以看到礼拜五的时候还买了485张 那以过去这段时间来看的话 从11月14号到12月6号 如果说我们以外资的一个买超来看的话 当然买超最多的是瑞士信贷 他买了1425张 买超成本是68.69 然后摩根斯安利是69.71 港商野村是70.74 高盛是68.8 那下面张数就少了 我就不多谈了 但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现阶段的价格 虽然说在礼拜五的时候股价有冲上去 但整体来讲的话 现阶段的一个价格跟法人的成本 它其实没有差距太远 那再加上说等幅测距 我们刚刚讲过了 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它会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我是认为说以现阶段的一个价格来看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偏高的价格 所以如果你在做LED设备 或者说你在做这个所谓miniLED题材的时候 我想LED设备当然会是一个受贿的厂商 那它同时也有PCB的设备 前三季是赚了三块半 所以你如果说全年大概五块钱来看的话 13倍的本益比 大概现在就13倍14倍左右的本益比 其实并不算是特别高的一个价格 那我是觉得说 对不起现在大概是14倍多的一个本益比 现阶段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价格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商机是大家可以做留意的 那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档个股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这档个股是6261的9元 那9元的部分它其实是LED的 当然它有做这个LED相关的设备 同时它也有做LED的挑剪 那挑剪是什么 我想我就不多谈 这个是在LED的生产过程当中 它所需要的一些动作 那简单来讲 它主要的客户是晶电 所以就回过头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时候晶电还没有正式转亏为盈 但如果说你看好这样的一个商机的话 我想它的挑剪厂商 而且它还是呈现获利的公司 我认为其实股价 它就比较具备有表现的一个空间 而且这档个股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 就是在营收个股当中 你要去留意的 所谓的一个双增股 就是在月的一个成长率 跟年的一个成长率的部分 它其实都是呈现成长这样的一个股票 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6261的一个九元 这两公司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的前三季的获利是2.03 当然我要先讲 这个2.03的一个获利 它有处分一家子公司 叫做飓风电子 所以它当然多多少少有一些 营业外的利益去做挹注 这个是事实 我想我们要 必须要很平衡的告诉大家 但是它还是在LED这种所谓的 标准的公司里面 它其实算是有获利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加上说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它的营收的角度 它的营收是3.48亿 月增是10.9% 年增是15.5% 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你不是几乎啦 你根本就看不到 它有呈现月成长跟年成长 这样的一个情形 加上说过去这几个月 你可以看到都有双位数 以上的一个成长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明显脱离谷底的嘛 所以你如果要做miniLED 当然第一个你要有相对应的设备 第二个你要有相对应的产能 所以我想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应该叫做春江水暖压先知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它的一个股价一样 它是大概将近三个多月 三个月左右的一个 低档的一个整理区 过去这个所谓的股价波动范围 是大概2.75元 然后它在礼拜五的时候 它是带量 当然大家会还是会觉得说 老师 1135张的量 感觉好小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你去看它的 整个成交量的变化 这个成交量是你看到 最近到4月份了嘛 大概是半年的时间 它出现的单日最大成交量 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当然我想股票会出量 一定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 与其你去做金电 做龙达 不是说不好 而是这些股票 因为它都还没有开始赚钱 所以当然多多少少 它在股价的波动上面 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相较于 这种股价波动性比较大的股票 我想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 旺系也好 或者是九元也好 这个应该算是属于 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个股 所以我是觉得说 大家在下个礼拜的时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它股价的一个走势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当然我刚刚其实也讲到了 因为上涨的族群其实不多 因为你总不会想要听我讲钢铁股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强势的族群 是记忆体 好 那记忆体的部分 我之前在节目当中 我有跟大家谈过 2408的一个南亚科 那南亚科的部分 我们是在12月3号 应该是礼拜二的时候 当时有跟大家讲到 然后那时候公布的11月份营收是 月减5.7年减21.1% 不过比较有趣的是 它是一个土羊对坐的股票 所以当时我们也讲了 就是11月15号之后 投信站在买方 那成本大概在70到72块 然后我们当时所谈到的是 12月9号 也就是礼拜一的时候 就下个礼拜一 两天之后 它能不能够突破季线的位置 当然那时候大家会想说 老师它离季线这么近 对不对 那随便感觉好像就会突破 那的确 我想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 也看到股价它有呈现大涨 对不对 当然如果你就这个角度来看 73块3 然后那一天我记得股价最高是 供到78块多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你看有5块钱的价差 对但是我们在做一档个股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用比较长线的角度 来做考量 我们没有去思考 就是说 我今天买了 我要不要明天把它冲掉 或者是我现在买了 我要不要一两个小时之后 把它冲掉 我想我们大致上是没有去考虑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观察重点 都会拉得比较长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你看因为我们那天讲的价格 然后它后来突破了季线 但是礼拜五又打回来 然后它如果说 以当时我们讲的价格73块3 到礼拜五的时候盘75块3 它也不过就是两块钱的空间 当然两块钱也是获利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其实并没有说 你会觉得好像 礼拜四你会觉得很可惜 但礼拜五 你回头过来看之后 好像也还好 对不对 因为到目前为止 它并没有说 它是一个非常确认 能够站稳季线的一个位置 我知道礼拜一应该会开高 但是同样的 我想在看到那个结果出来之前 我想大家还是要抱持着一个 比较怀疑的态度 那之所以会讲说 在当时会谈到说 就是12月9号 我希望它能够站到 季线之上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你从整体季军的扣底来看 因为它是要挑战这一条 它是现在是要挑战站五这条线 从下个礼拜一就开始扣这里 而且不是只有礼拜一而已 你会发现这个接下来 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 它会沿路往上扣 扣到最高点是86块7 那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你如果股价没有那种 强势的大涨的话 那其实你并没有办法确认说 你的季线真的能够 很有效的守稳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你看过去这一段时间 它大概从10月 这个应该过几个月了 两个月的时间里面 它一直维持在这里 对不对 那当然你可以讲说它没有办法突破 但是你会发现这条线 它几乎是平的 那我们过去其实有谈过就是说 你平的均线 它其实不太容易发生 不是发生 发挥所谓的支撑或者是压力的效果 所以这个部分 它站上去了 它其实也很容易跌破 那它跌破之后 它又很容易站回去 这个是现阶段扣底的关系 它所造成的结果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两个股土洋对坐 对不对 那下方我们显示的是 投信的一个买超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就是说我们如果就整体的 这个南亚科的一个股价来看 法人的操作来看 你看外资它其实操作的 也不能讲不稳定 只能够讲说 它这一天让大家看到 好像有那个机会 但是礼拜五的时候 又再度呈现大卖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在于说 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只有一家外资机构 它是针对南亚科的平等 它是调生的 当然有很多家 针对它出报告 但只有一家是针对 它是调生的 是瑞士信贷 瑞士信贷在礼拜四的 这个礼拜四的时候 它调生目标价到100块钱 好那12月 随着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那天股价大涨 就在这一天 它调了目标价 然后100块 所以大家就进去拼了 对不对 然后结果隔天股价打回来 这种状况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它调生这个价格 这就跟我们前两天讲大力光一样 就是后来那家雅系外资叫李洋 对不对 那李洋调的目标价 大家自己有没有跳进去买 没有啊 那同样的一个逻辑 你如果回头过来看 这一段时间当中的南亚科 南亚科的投信是从 我稍微看一下 从15号开始买 11月15号开始买 所以我们就抓这个日期 你有没有看到卖超第一名是谁 瑞士信贷 你看下方这个位置 它有没有在它调生目标价那一天 这刚啊 它有没有因此而呈现买超 没有 它还是站在卖方 对不对 当然你就价格来看 你会说 老师啊 它就没有卖得很漂亮啊 你看 这些站在卖超的外资 都卖超平均成本 都71 72 73啊 对 但是你要把时间拉长来看 这个价格未必卖得不好 你大概听得懂 我在表达什么意思 所以 这个部分原则上是这样 就是说 调生目标价最高的外资 结果它自己 正在卖方 对 所以这个是造成股价 我觉得会有 会有比较波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机会啦 那 当然我知道大家会谈说 可是老师人家都讲说 那个记忆体 明年会复苏啊 包括 听到我在非凡连线 我都讲说那个报价 过去三个季度是 都跌超过一成嘛 然后 第四季是预估大概是 负的2%到4% 没有错 但是 以现阶段的状况来看的话 我不是说记忆体不能够做 而是你要搭配回来看 它整体营收的表现 所以以目前 公布营收的一些记忆体 个股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两档 比较 大家值得注意的股票了 我就稍微跟大家谈一下 那我先讲 望宏的一个股价 它比较特殊 就是你看到它 11月份的营收 月减是11% 月增是 对不起 月减11% 年增 6.84% 所以它是 月减年增的 对不对 那因为它比较特殊的是因为 任天堂跟那个腾讯 中国的腾讯 他们合作就是要 在12月份 在中国开卖那个Switch 那这个你如果在中国待过 你就知道说 他们对于游戏机这种东西 他们是有一定的限制 那所以 大家会想说 Switch这都推多久了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成长的力道 是因为它跟腾讯的合作 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然你要做这档股票可不可以 我觉得可以 但是它上涨的题材 其实跟这一次记忆体的复苏 我觉得关系上面没有来这么大 那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看另外一档个股 叫做2344的滑房店 好那滑房店的部分 它其实也是归属在这个所谓月减年增 这样子的一个营修表现里面 但是无论如何 月减年增虽然不是我们觉得最好的那个表现 但是它至少比月减年减 也就是双减的这个南亚科 我想这个其实表现应该算是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它的技术面相对来讲其实也比较强 所以你从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的技术面原则上是这样子 就是它股价是突破了 它真的是离那个两条比较主要均线都有一段距离 而且你从这个扣体角度来看的话 它其实并不会对于 就是相较于我们刚刚所谈的南亚科 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存在 那加上说它旗下的新唐 它去并了那个松下半导体 当然大家都很怀疑就是说 它新唐的账上现金没有那么多 它到底是要怎么去去并这个松下半导体 因为还有半年的时间 所以可以做一些增资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 因为它去并了其他的半导体部门 这个对于同集团的 尤其是华邦店 它是属于在这个集团当中 它算是 算是主要的企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邦店 它持有的转投资的公司 我们要稍微讲的快一点 因为时间好像 对讲了有点久 我们来看一下它转投资的公司 你可以看到 它包括旗下包括华东 然后华星科 然后1605的华星 然后4919的新唐 都是它 包括汉语彩晶 这个其实它是一家主要的控股 你要说控股 它跟华星 这两家公司应该是 这个集团当中最主要的核心事业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一方面是投信买超成本 其实没有差很远 17到18块 现在18块6 差6块而已 那另外一方面是 它有另外一个题材 就是回归到我们刚刚一开始 所谈到的 作帐 对不对 它有一个集团作帐这样的一个效益存在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我可以再提供给大家一档个股 是它虽然没有法人操作 但是短线上面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的是 3260的威刚 因为这个是少数目前公布出来 我说最好的状况是双增 对不对 那以这个威刚它所找出来的表现 它其实就是属于双增 虽然说法人的部分 礼拜五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说很买单 它是卖了339张 但是因为这个张数也还好 然后它的营收 这个应该是25亿吧 月增18.46% 年增7.7%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也是今年以来首度出现双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前三季3.19 那你随随便便你今年应该 4块钱5块钱应该跑不掉吧 即便你 你看即便之前的记忆体的事况那么差 它都可以赚到3.1 所以今年我想5块钱应该是合理的预期 那5块钱现在本益比大概就是11倍而已 那以本益比来讲不高 然后我日可以利用扣这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是往下去扣嘛 往下去扣就是 我只要股价不要跌 这个就会继续往后走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助长的效果 所以这个会是属于多方时间的股票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刚刚画面当中 其实大家应该有看到 月增年间股里面 有一个族群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 这个原本我预期它 11月份的营收应该会掉下来的是被动原件股 从这边你应该还记得 这个我们在12月3号的时候 当时有跟大家谈了一下 那当时我是认为说 公布之后再下压一次的那个机会是比较大的 那当时我们是评估就是 月的部分应该还是曾经衰退 不过这个地方出来了 我觉得我们看错就看错嘛 我觉得也没什么 但是你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它的确缴出来 我必须讲 我不是随便跟你讲说 我认为它会下滑就下滑 我不是用靠猜的 这个是 这个是 有去保养公司 上下游去查了之后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比较高 但它出来的数字是这样 这代表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市场一般在讲的叫做超乎市场预期 所以它是比市场预期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会动 对不对 起立心 然后国具 股价都会上去 所以我是认为就是说 当然好 现阶段你可能要等到它的那个价格回到成本 我就我就没有去做更新了 因为这两天 这几天的时间大概成本也都还在这个位置 所以大概还在330块钱上下 那它的股价既然没有压回来 我是觉得大家就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个短线买点切入的机会 那整体来讲我想我们还是提供给大家一个方向 就是当然明年的题材很多 包括我今天在看一些 媒体对于明年的预估 或者是国外外资对于预估的时候 其实也会谈到一些还不错的 大家觉得未来可能会有比较大成长的产业 比如说特斯拉 它的那个货卡其实卖的还不错 但是我就觉得说 大家不用去猜 就是你看它的供应链 因为你也不是去买特斯拉 所以它只要它的供应链营收有上来 或者说它这个题材是真的的时候 它都会反映在它的供应链上面 所以你都不用担心 就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紧咬着这个营收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不会错过一些比较好的股票 所以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不论是miniLED 不论是记忆体 被动元件 像是你看在我们在 在礼拜四跟大家讲的 这两个股大概也没有人谈嘛 对不对 八四三六二大奖 但是它的股价在礼拜五是涨还是跌 是涨啊 对不对 那涨什么 一样是涨营收 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 它每年12月都是营收的高峰嘛 所以现阶段我要提醒各位是说 我知道很多人的想法 很多人的想法是说 环境12月15 老师你能说 我也能 我们自己的名字可以查 大家都知道那一天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点 或许会有人会想说 那我就等那个讯息出来 但是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人在等这个啦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12月15号 到底中国美国会不会在中国课税 有人在等1月11号的那个什么 总统大选 但是你要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还这样讲 如果你真的确定 你就是要总统大选完之后 总统大选完之后马上就过年了嘛 所以过年之前大概也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情而已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确定说你要等到过完年 农历年过完年再回来做 我也觉得OK 但是我希望你从今天你就 包括我啦 你都不要看任何有关于股市的讯息 因为你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在年底之前 事实上你会发现嘛 大家都讲说 啊接下来行情应该会很平淡 但平淡平淡 到今天 到下个礼拜一 台北股市可能就要创破段新高了 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个股 你会发现有一些个股 它其实都有表态的机会 所以不是说行情表现比较淡 你就没有获利的机会 重点是你要 你有沒有那个企图型 那你要拿出那个企图型 对不对 你要自己先想说 哦不管 我就是要在年底之前 我要帮自己赚红包 然后或者是在过年之前 对不对 就是要赚一点给小孩子的红包也好 或者是带家人出国旅行也好 你要给自己一个目标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那些目标的话 那我觉得 你要先做 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越想 你想着想着行情就过去了啦 等到你过完年 万一过完年真的出现 比较大的回档修正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选择不进场吗 也可以啊 问题是你要有能力判断那个行情会不会压回啊 所以我是觉得现阶段有行情就先做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股价创新高应该不会有什么持股的问题了啦 所以当然如果你有 你需要谢老师给你一些协助的话 也可以 你就透过Lite的方式跟我们的小编来做询问 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 我现在先 我现在更希望的 是能够看到各位的企图心啊 就是你真的想要赚钱的 那你可以 呃 你想要跟着谢老师做 如果说我们这段时间讲的东西你认同的话 那你想要跟着谢老师做 我觉得不妨啊 就趁着这个时候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 就是或许你想要等都过完年之后 但是 我是觉得说行情不等能啦 有时候你在等的过程当中 你就错过了很多获利的机会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或者是你有持股上面问题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这个Lite的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拨 直接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呃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想要跟着我们操作的投资朋友 都可以透过以上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12月7号的台股最前线